各位,美國和他的盟友把很多海軍搬到地中海同海 這裡首先有福特號的航空母艦 下面有埃神號的航空母艦 иль défin跟其他艦艦 bark,有很多艦艇,妳在哪裏呢? 今天我們看看幅圖 大家看到這幅圖有很多不同的一格格藍色 代表他們一組軍力 每一組軍力通常多於有一隻船 在最中間這裡 我們看到很長的 中間就是福特號 福特號是4 4就是現在地中海 我們先看看地圖後面 我們看到一隻腳 這是意大利 然後這是地中海 然後在右下角 就是紅海 少許藍色的地方 紅海放了一個在這裡 這是第七 然後在中東地區有三組 有三組 然後再遠一點 有另一組綠色 當然在地中海其他地方都有 現在美國集結了非常大的軍力 在地中海 尤其是在以色列對出來 到底找什麼呢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以色列本來集結了三十萬大軍 準備進入加薩地帶 但他們現在暫時沒有進入 而反而美國派了大約五千個美軍 準備和以色列一起進入加薩地帶 即是一句話說 在聯合國那邊 有些議案說要即時停火 讓美國反對 投了棄權票 在聯合國大會那邊 就算棄權也會用 但大會裡面是沒有約束力的 安理會裡面 剛才說了 美國投反對票 換句話說 現在西方國家加上以色列 是不願意立刻停火 而同一時間調動大量的兵力 在地中海 第二點就是 我們知道 現在以色列同一時間 除了攻擊加薩地帶之外 亦都去攻擊敘利亞 亦跟黎巴嫩那邊有所衝突 他點起很多火頭 為甚麼呢 當然不知道 他轟炸敘利亞 那會不會美國趁這個機會 集中這麼大的兵力 就想去推翻敘利亞總統 或者想採取斬頭行動 殺死敘利亞總統 這個我們不知道 希望不是 但如果真的這樣做 這個應該是違反國際法 但是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我們知道拳頭大 國際法是怎樣的 現在我們看到 美國軍力 在地中海大大提高 後施如何 唯有慢慢觀察